生姜是家庭常备辛香料 但是因为用量不大 因此经常用不完而需要酒放 难免出现发芽的状况 到底生姜发芽之后 还可不可以食用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生姜性热味心 春秋时孔子就主张美食不测姜 意思是说一年四季 每天都应该吃姜 民间有早上三片姜 赛国和珊汤 以及十月生姜小人生之说 另外还有冬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大夫开药方的谚语 姜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调味品 餐桌上常见的鱼汤 蛤蜊汤 大多会加入姜来去腥 麻油鸡 姜丝大肠 姜烧肉片等 都必须使用生姜 喝生姜红糖水治感冒 含生姜成分的洗发水 有清洁头皮 去除头屑 防治脱发等功效 特别在冬天用来洗头 并配合头皮按摩 感觉轻松暖和 而用生姜 干姜 煮水泡脚 全身气血通畅 温暖舒畅 姜的妙用实在太多 民众因为常联想到 马铃薯发芽有毒 而误以为姜发芽同样不能吃 其实是错误观念 姜在发芽过程中 只会消耗掉部分营养 但并不会产生有毒物质 长出的姜芽也可以食用 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发芽后的生姜无毒 但是腐烂的姜 却可能产生黄章素 黄章素目前已经被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列为第二B类致癌物质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不建议民众食用 或是切掉腐烂的部分 继续省着用 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专业厨师建议把生姜 以爆纸包裹后 放置在同风阴凉处 保持干燥 冰箱环境较潮湿 反而容易使生姜受潮 而导致发霉腐烂 就算非得放入冰箱 也可以用铝箔纸上铺纸巾 把整块姜包起来 或者是直接切片切丝后 置入保鲜盒 密封袋冷藏起来 有些人吃姜喜欢削皮 这样做不能发挥姜的整体功效 因为姜皮有加速排汗 防止中暑的作用 还有刺激胃肠道粘膜 增加胃肠道消化液 和体型水利尿的功效 除此之外 其他的食材发芽后能吃吗 1.地瓜 发芽后并不会产生毒素 只是地瓜中淀粉含量下降 可能影响口感养分也会减少 还是可以食用的 2.大蒜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没有毒 但营养价值降低 将发芽之蒜头种于土中 长出的绿色幼苗 就是蒜苗 也是入菜的美味食材 3.马铃薯 马铃薯也就是土豆 如果发芽产生出的茄灵碱 可能会增加5到6倍 即使挖出了发芽的部分 毒素仍然存在 而且烹煮过后 毒素也不会受到破坏 煮熟后仍然会吃到过量的毒素 而导致中毒的情形发生 就得非常小心了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